財資大到 林潔營 何文潔 繼續回來財資大到 剛剛這個週末有受到颱風方面的影響 究竟週末樓市方面的消息是怎樣 近日一二手樓市的交頭樓價走勢是怎樣 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香港事業研究部的董事王品帝和我們聊聊 早安 Peter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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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週末其實是禮拜五 禮拜六都受到颱風方面的影響 看回週末方面的消息情況是怎樣 其實只有一天而已 嚴格來說只有禮拜天 禮拜天我們看到二手方面有三宗成交 一手方面有四宗 一手方面四宗很平均 香港 九龍 新界都有 嗯 嗯 近日都見到發展商也有不少新盤的部署 你自己看回他們的開價都是相當之進取的 你自己看回對於市場的指標是怎樣 接下來那個一二手方面的比例情況又是怎樣 其實都要看回發展商本身的心態 他如果是真的想要賣得的 我們都留意到他們 其實開的價錢都是非常之近二手價錢 或者是低於二手價錢 那麽就會吸引到市場現時的購買力 跟他們的想法做成交就會比較理想 反而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發展商 尤其是一些遠期留花的部署 或者是現樓已經 那那個部署大家都已經磨拳掌 不過剛剛那個蘇拉莉的時間 就打斷了很多 來近今個星期應該要部署的東西 所以就應該我想今天會比較忙些 那接下來新盤是不是都陸續 還有開盤和貨美 策略上會不會承接 即是長實那些居屋價 即是用平價來促銷 這個一定會的 因為長實那個盤本身 就用到一個低打促銷 而是成功的話 那即是會令到發展商會有個想法 如果現在出得來要開盤的時間 要買得好的話 就基本上十那九運 價錢是要低些 那才是可以做得到 嗯 那你自己看回那個樓價 那個走勢的情況是怎樣呢 近來其實大家在說經濟環境 就復甦不似預期這麼好 那其實情況又會是怎樣呢 其實就購買力會在的 不過就始終就因為 你的那個樓價 就現在都是走低 那也都要看回那個息口那個走勢 究竟是何時停或者回落 那加上就是等級的政府 會不會是對樓市上面 是會有些政策上的調整 或者是設立的情況 因為十月就有個施政報告 那變了很多很多因素 就令到那些買家 除非你很便宜 那他們就會早些決定 如果不是他們就寧願等下 那就是二手的交頭都是十分淡淨 那會不會辣椒經常都說 是不是需要撤銷 來促進二手樓的活躍程度呢 這個時候是否最好的時機呢 其實就主要大部分 我想超過八九成的誘因 都是給那些一手吸走二手那個買家的注意力 因為如果你二手的價錢 和一手的價錢是貼近的時間 那買家當然買新好過買舊 我來說就是二手業主也不快 有個大部分 所以變成了二手的價錢 都是呢 其實你看回市場上面 一手都是給二手吸引的原因 就是因為婦婦的辦法都多些 還有設施都新一些 那今天呢 我和黃敏蒂談到這裡先 多謝你 Thank you 先讓我看看 她說 Shaun 我倆 我好像可以給你 我只要保持 我會跟iek 兩種重大部分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